2025年7月,一个看似平常的月份,却因为一场震撼宇宙的发现而载入天文学史册 科学家们意外地捕捉到一次伽玛射仙暴 这是一种来自宇宙最极端角落的高能爆炸事件 但这一次,它打破了我们对这类现象所有既定的理解和规则 不同于大多数在几秒钟内迅速消失的伽玛射仙暴 这次的爆发令人瞠目结舌 它持续了将近24小时 仿佛宇宙在用某种神秘节奏跳动心脏般的 一次又一次重复着高能量的释放 让观测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数据 这次事件被正式命名为GRB250-702BD 代表着2025年7月2日那天记录下的编号爆发 是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非典型伽玛射仙暴 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一个谜团 令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争相试图揭开它背后的秘密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索这个异常事件的每一个环节 从它是如何被最初发现 到科学家如何识别它奇特的重复爆发节奏 再到这背后可能揭示出关于黑洞行为 宇宙演化 甚至我们理解的基本物理规则的新线索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解释 为什么这次神秘的爆发 有可能彻底改写人类对于宇宙爆炸机制的认知 伽玛射仙暴 也被简称为GRBs 是宇宙中最猛烈 最不可思议的能量释放之一 它们往往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 就释放出相当于太阳数十亿年所能产生的能量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种巨大爆发往往异常短暂 像是宇宙里的一道闪电转瞬即逝 这些神秘的高能信号 其实是宇宙中最激烈巨变的火光 它们可能是大质量恒星 在耗尽燃料 剧烈探索成黑洞的那一刻 也可能是两个中子星或者中子星与黑洞相撞式 释放出的终极天文级灾难 这些事件不仅释放出光和能量 更透露出宇宙深层次的运行机制 然而 GRB250-702BD的出现 像是一级重拳打在天体物理学的共识之上 它所展现出的行为模式与以往的爆发截然不同 完全颠覆了科学界对于伽马射线爆 应该如何表现的认知 2025年7月2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 捕捉到了一次异常明亮的高能爆发 然而它的光变曲线却异常奇特 不是传统异常那种迅速上升后 逐渐衰减的尖锋模式 而是带有某种不规则重复性 就像一手被打乱节奏的交响曲 更令人震惊的是 费米望远镜记录爆发的几个小时间 欧洲的爱因斯坦探测器 就已经开始监测到异常信号 这意味着 这次事件实际上早在我们意识到之前 就已经在进行 它的持续时间远超常规 伽马射线包的预期 时间线几乎拉长到整整一天 科学家们通过交叉比对数据后 震惊地发现 这并不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单次灾难型爆发 而是间隔数小时 连续多次的能量释放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爆发全部来自天空中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源头 就像是某种宇宙装置 正在暗部就般的释放信号 刚开始观测到这些信号时 科学家们一度怀疑这个神秘源头 是否就在我们银河系的某个隐蔽角落 因为它实在太明亮 太频繁了 仿佛近在支持 由于这次爆发 看上去又近又亮 它一度被怀疑是银河系内极为罕见的顺便天体现象 也就是那种只见一次的突发事件 可能是黑洞吞噬恒星 或未知类型的爆发性恒星活动 但随后 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 一个位于智利高原 拥有地球上最清晰视野的光学设备之一 提供了关键的观测数据 为这个谜团打开了一扇窗 通过分析爆发后残留的余晖 科学家发现这些信号并非来自银河系 而是指向了一个遥远星系 一个在光年之外的家园 才是这场能量风暴的真正发源地 随后 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 用其高分辨率的成像能力 对该区域进行了继续观测 最终确认 这场壮观的伽马射线爆发 却是来自银河系之外 属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系外事件 正是这个观测突破 让科学家意识到 这次的爆发事件 完全无法归入 我们已有的分类体系之中 它必须被重新定义 化入一个全新的类别 虽然在过去 天文学家也曾记录到少数超长伽马射线爆 它们可以持续数小时之久 但从未见过像GRB250-702BD这样 会在多个时间段内爆发 还重复发生的案例 这种前所未见的多次爆发模式强力暗示 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复杂而持续的物理机制 不是一场简单的探索 而是一个可以重复引发 巨大能量释放的宇宙级发动机 详细的数据分析 揭示了这个爆发过程的惊喜结构 至少有三次主要的能量高峰 每一次之间相隔几个小时 并且在两个峰值之间 还有一些较小的能量波动 像是在逐步预热下一次大爆炸 这组爆发结构几乎可以确认 在这些信号背后 有一个不安分的中央引擎 它在初次爆炸后 并未熄火 反而像是一台不断重新启动的引擎 以一种未知机制 反复释放出毁灭性的伽马射线能量 这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个突破 科学家们首次在真实数据中找到明确证据 表明某些伽马射线爆发 可能并非一次性 终结式的宇宙事件 而更像是有节律的周期性过程 就像某种宇宙机器 在循环运作规律地喷发 GRB250702BD的亮度之高 持续时间之久 几乎打破了科学家此前设定的所有上限 它的爆发强度远远超过 我们对伽马射线爆的平均理解 像是一颗宇宙超级烟花 持续在太空中绽放 无法忽视 此刻 摆在科学家们面前的核心问题 其实说来简单 却极具挑战性 那就是 是什么样的宇宙机制 能够驱动如此复杂 而又持续地剧烈能量释放 换句话说 到底是怎样的一台宇宙引擎 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驱动 这样的爆发 是某种奇特类型的黑洞 还是我们从未发现的新型天体 为了解释这一超长现象 天体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多个假说 每一个都试图在现有理论 框架基础上进行扩展 有的甚至挑战了 我们对恒星演化与引力极限的传统理解 第一个较为主流的解释 是这可能与一颗极其巨大 质量超过太阳几十倍的恒星 发生探索有关 也就是所谓的大质量恒星死亡模型 按照目前主流理论 这样的大质量恒星 在寿命终点会突然崩溃 内部核心形成一个黑洞 随后会从两极方向 释放出高速喷流 其中包含伽射线 也就是我们所观测到的爆发现象 但这种恒星死亡型爆发 通常是一次性的 因为恒星在探索后 已经不复存在 不可能支撑二次 甚至三次能量喷发 所以这种解释难以解释 GRB250702BDE的多次爆发特性 然而也有理论指出 如果这颗恒星在探索后 周围的物质没有一次性被吞噬 而是分阶段 断断续续地落入形成的黑洞中 就有可能触发一系列的γ射线爆发 一种被称为回落吸击的机制 这个模型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 说明为何多次爆发之间会有数小时的间隔 因为每一波落入黑洞的物质 可能需要时间积聚 等到临结点时 再次触发高能喷流 就像燃料重新加满后再次点燃 不过 问题也随之而来 尽管回落吸击在模拟中有理论基础 但在真实观测中 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度 持续性 还具有规律性的重复爆发 这使得该模型在解释 GRB250702BDE时显得不够附贴 另一种被受关注的可能性 是所谓的潮汐破坏事件 TDE 这是一种黑洞撕裂恒星的宇宙级灾难 在这种事件中 一颗倒霉的恒星因为靠得太近 被超级黑洞强大的引力场扯成碎片 宛如太空中的天文碎质机 这些被撕裂的恒星碎片 随后以超高速度追入黑洞周围 释放出强烈的辐射能量 也可能在极短时间内 形成我们观测到的爆炸性高能信号 但这里也有一点 大多数潮汐破坏事件的光变曲线 都是高峰缓慢下降的典型形态 并不具备这种突然重复 且爆发间隔规律的特征 要让潮汐破坏模型成立 就必须假设黑洞在某种机制下 以脉冲方式 近乎节奏感十足地吸收恒星残骸 并在每次袭击时 触发伽玛射线爆发 这对当前模型来说仍是一种挑战 这一线索将人们的目光 引向了另一种罕见而神秘的可能性 中等质量黑洞 它们既不像普通恒星质量黑洞那样小型 也不是我们熟知的星系中心那种超大质量黑洞 而是居两者之间 可能是宇宙中失落的一环 中等质量黑洞的固测质量 通常在太阳的几百倍到十万倍之间 是连接小型恒星黑洞 与超大质量黑洞之间的一道质量鸿沟 如果此次事件真的由它们驱动 那将是一次划时代的突破 从理论上说 这类黑洞可能是 宇宙早期一些小型星系 不断合并后形成的终极战 它们最终可能长成星系中心那种 体型庞大的黑洞怪兽 是星系演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然而尽管这个理论已有多年 至今我们依然缺乏 关于中等质量黑洞的直接贯测证据 它们就像宇宙幽灵 存在于假设与模型之间 从未真正被捕捉 如果GRB250-702BD的动力源 真的来自一个中等质量黑洞 那它将成为人类 首次在真实宇宙中 捕捉到这种失踪质量段 黑洞存在的最直接 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仅是一个天文事件 更可能是打开 黑洞演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当然 也有科学家提出其他解释 比如磁星 一种具有超强磁场的中子星 或是某种极不稳定的喷流系统 可能以我们尚不了解的方式 间歇性的释放能量 这些都为事件提供的 可能的物理机制 不过 要想揭开这场宇宙奇观的 真正幕后推手 科学家们 还需要做一件关键的事 那就是对爆发的精确位置 所属的宿主星系 以及它释放的总能量进行详细测量 只有这样 才能从数据中 推断出最可信的物理模型 GRB250-702BDE的重要性 远远超越了 它本身作为一个奇特案例的存在 它正促使科学界重新思考 一些原本被认为 已经理解透彻的宇宙物理概念 这次观测像是一颗石子 投入瓶颈的池塘 在整个天体物理学界掀起了涟漪 它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回头反省 我们对伽马射线报的分类体系 是否过于简化 它们背后的驱动机制 是否还存在我们尚未结实的多样性 倘若这个事件 最终被证实与中等质量黑洞有关 那它将填补天体物理学中一个 长期存在的空白 也就是恒星级黑洞 与超大质量黑洞之间 那段失联的质量区间 证明这种隐匿在星系间的中型黑洞群 确实存在于宇宙中 一旦我们能确认 这些中等质量黑洞的存在 就等于找到了 星系演化过程中 一块关键的频谱 它们如何形成 如何生长 可能正是星系从小到大 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重要动力源泉 当然 即便最终证实 它不是中等质量黑洞造成的 这次爆发本身也让我们看到 伽马射线报种类和行为的复杂性 远比我们以往所想的更为广泛 宇宙中还有许多爆发形式尚未被分类 过去几十年里 科学界通常将伽马射线报分为两类 短时爆发和长时爆发 这个框架简单 清晰 也被广泛接受 但如今 这种二分法显然已无法涵盖 我们所观测到的所有现象 而GRB250-702BD的出现 正是这种分类瓶颈的典型粒子 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短暴 也不是典型的长暴 而是一种全新的混合体 甚至可能是一个全新种类的代表 这促使科学家们开始思考 我们是否需要为伽马射线报 引入一个全新的分类子类 比如 重复型超长爆发 一种周期性 多峰值 持续时间超长的新类别 这次事件还再次强调了一点 在现代天文学中 单一设备早已无法应对 复杂宇宙现象的观测 只有依靠多个探测器 不同波段的合作 才能拼凑出完整途径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费米太空望远镜 发现初始爆发 没有爱因斯坦探测器 追踪早期异常信号 没有甚大望远镜 提供精细的星系定位 也没有哈勃望远镜 做出核外确认 我们对GRB250702BD的认知 将只剩下模糊不清的一角 GRB250702BD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说明在面对这种极其罕见 稍纵即逝的宇宙事件时 全球天文界只有实现跨波段 跨设备 跨机构的无缝协作 才能在黄金时间内 捕捉到最关键的科学信息 展望未来 研究人员正继续精确计算 这次爆发在宇宙中的精确坐标 并测量它的红仪 也就是它离我们有多远 从而反推出 它在宇宙时间轴上的位置 意味距离决定了一切 爆发源越远 意味着我们观测到的能量 只是冰山一角 越远 它所释放出的真实能量 就越惊人 甚至可能刷新 现有能量释放记录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还在不同电子波段 从射电到F射线 持续监测 这次爆发留下的余晖 希望通过这些尾巴信号找到关键线索 判断究竟是黑洞 磁星 还是其他神秘天体 在背后操控这场宇宙盛事 而在实验室和超级计算中心 理论物理学家们 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模拟演算 他们尝试重建伽马射线报的过程 测试回落袭击 喷流震荡 或潮汐撕裂等已知机制 看看是否能在虚拟宇宙中 浮现这次贯测数据 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 则埋头于过往的数据档案中 希望找出类似 GRB250-702BD的迷你版爆发 或许我们早就看见了 只是当时不曾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这个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 宇宙不会按照我们设计的剧本运作 每一个意外 都是模型的挑战者 也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机会 让我们不断扩展对宇宙这部剧本的理解 GRB250-702BD 像一场跨越星系边界的太空交响曲 在接近整整一天的时间里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反复奏向伽马射线的高音 它的节奏 强度 重复模式 都是过去从未在宇宙中见过的演出 无论这背后的推手 究竟是一颗正在死亡的大质量恒星 一颗中等质量黑洞 亦或是一种我们尚未命名的宇宙引擎 它都在强迫我们重新审视 宇宙中的爆炸是否只能用旧范式解释 它打开了人类理解宇宙聚变现象的全新维度 在浩瀚乌银的宇宙之中 每一次爆发 每一个信号都可能隐藏着改变人类认知的线索 GRB250-702BD 就像一位突如其来的宇宙心事 提醒我们 宇宙的神秘缘未结束 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如果你也对宇宙的未知充满好奇 想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天文发现和科学突破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继续为你揭示那些正在改写宇宙剧本的真实故事 感谢你的收看 愿我们的节目像这次爆发一样 在你心中点亮一束理解宇宙的新光芒 我们下次再一起探索星辰大海